早安 又是check out的時間才跟大家做room tour 這次我們住的地方叫做大慈的溫泉旅館 在河口湖 然後房號就是272 在二樓 這次這間房子真的很值得拍給大家看 一進來是大了 這裏只不過是圓關的位置 右手邊這個是廁所 我媽媽在裏面就不拍著 旁邊有個鞋櫃 上面可以放些袋子 下面有些木劇可以讓你穿去浸溫泉 有拖鞋 旁邊有個mini bar 他會給了兩支水 這支水上面寫著是富士山水 不知道是不是呢 這裏是我昨天買的酒 打算買回香港 之後呢 有觀眾前幾天住過告訴我 雪櫃全部東西都可以喝的 但是呢 我就沒有喝到 因為浸溫泉我又不想喝酒 其他我也不喝 還有旁邊的水杯 茶杯都是很漂亮的 好 我們這裏是重點 所以就不開著 我們先看這間房子 他呢 是會有這些普通的床 亦都有附近的 一會兒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不好意思 比較暖 兩張單人床 但是其實都很大 然後房子呢 是有電視的 但是呢 我們就沒有看 用了來充電 然後這裏 我沒有打開的 這是什麼來的 哦 有個衣櫃 裡面沒有東西的 出回來這裏呢 哇 好光啊 對了 一進來 很大的一個客廳 哇 這間房子真的超大 都會再有電視 然後會有電話 最重要呢 就是我窗外面的風景 見不見到啊 是富士山的本人 就在窗外面了 我是為了這個景 其中一個原因 就訂這間房子的 穿件和服 喝杯茶 看著景 是不是很有感覺呢 然後呢 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間房子還有什麼 這裡裡面 會有榻榻米的 其實價錢就不是斷一間房 而是斷人頭的 所以呢 不會說 多幾個人住會比較便宜 應該不存在這件事的 去看一下 櫃桶裡面呢 就會有一些浴衣 它有很多不同大小的 例如大馬 之後有 這裡 中馬 還有呢 細馬 一看就知道這個我打開過了 我自誤他那個樣子 也會有小朋友的 所以呢 我覺得是很適合一些家庭來住 超可愛的 小朋友的浴衣 那些圖案呢 有這個月亮 我覺得超漂亮的 上面這裡呢 還有兩件的背心 這兩件呢 我猜 因為我見其他的住客 都是穿完浴衣 在上面當一個外套的 我們由這邊這樣看著富士山 再看去這邊呢 就是我預訂這間房的重點了 這裡是看進去的 我帶大家去看一下 對了 這間房是很四通八達的 由廳呢 其實有個門口 就可以進來 這個浴室 很喜歡它的設計 是有張椅子的 我可以坐在那裡 然後化妝 然後一切酒店要有的東西 它也有的了 我這幾天用了 MAKE UP FOREVER的唇膏 順便用來做胭脂 很方便 帶過來 那些牙膏牙刷 梳 然後呢 最好的地方呢 其實如果你沒有帶到 SKIN CARE 沒有帶落妝 什麼都好呢 它都已經有了 非常之貼心的 一個溫泉旅館 然後旁邊 這裡呢 就有個可以 是 調溫度 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有個私人風淚 那我現在就沒有開窗了 等我一會 我先開了 它就是可以望著富士山的私人風淚 其實呢 它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 跟外面的停車場是很近的 試過這樣浸著的時候是看不到的 但是你站起來呢 就要留意了 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私人風淚有什麼 它是在這裡洗澡 很搞笑的 這個花灑呢 是要一直按 它是不會開著水喉 它是你差不多 它就要按一下 然後它有水 它完了又要再按 但是呢 這裡是會有 shampoo 有護髮素 還有有洗澡的 全部都是pola的 然後 之後 我現在不是浪費水 是它們有寫明 不要停止溫泉 因為怕會結冰 所以它是一直這樣浪費的 它不會堵寫的 因為裡面呢 是會有些去水位 然後有個塞 總之它那個循環呢 就會是一路都這麼多水 好香喔 昨天是浸了大約三次左右 哇 晚上睡得超好 11點才檢查 現在還有三個小時 夠的 最後呢 給大家看完廁所了 Hello 對 廁所會自己打開 然後 之後 是空間很大的 對了 那就 沒有什麼特別啦 不過 好了 就參觀完我在河口回住的這間房了 飯店呢 就叫做大池飯店 我訂的房子呢 是二三樓富士山景 日式加西式房間 大浴缸的 然後價錢是65900日圓 就包了我和媽媽 一泊兩吃的 有晚餐和早餐的部分 昨天呢 是幾多雲 有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看不到富士山 我是很害怕會 就是那種 哇 給了這麼多錢 竟然沒有 我特意是訂了一間房 是看著富士山 結果是一堆雲 今早又很大霧 我是有擔心過的 但是現在看到 全個富士山在這裡的時候 我就覺得一切都值得了 除了看出去是有少少隱憂 因為停車場 有途人 有機會會見到全裸的我之外 其他我都很滿意的 我覺得早餐比起晚餐更加好的 很多選擇 而且早上來說 因為平日我沒有胃口 我都吃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都OK的 媽媽 你覺得怎麼樣 很棒 剛才很失望 看不到 對 他昨天的樣子 雖然我們看到少少的富士山 但是沒有現在那麼震撼 我也不敢說價錢 但現在應該是他覺得很棒 讓大家看看昨天的晚餐 今早早餐 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這個價位 可以預約到什麼房間 有什麼食物 然後私人風呂是怎樣的 如果沒有預約到房間 變有溫泉的話 不要緊 這裡是有公眾的一個溫泉 大家都可以過來浸 但裡面我就不能拍了 這間溫泉旅館不算很大 它有些公園 之後會有些Fending Machine 裡面通常都是雪糕和野飲多 再來就會有個小朋友的圖書館 之後前面就是我們今早來到的時候 可以整理行李 還有有些人可以在這裡喝東西 三點至七點是會有Welcome Drink的 這裡還有一間小小的可以買特產的店 我看到有食物 然後另外那邊就會有些零食 或者是一些小物品 這個是我們今晚的菜單 我們今天這裡不是榻榻米 而是一張桌 有平時的椅子 我都覺得蠻舒服 因為有時候坐榻榻米會腳腿 這個是有雞和烏冬 然後有很多小食 它有個炸魚 然後有豆腐 還有這個應該是植物果一類 然後是三樣刺身 有三文魚 油甘魚和筆記貝 很有趣 這裡兩粒是豉油 但是刺身比我想像中 是沒有這麼精緻 我沒想過是筆記貝 然後它來了這個 這個好像是有雞 比較想像中是少東西吃的 剩下這裡 就是一些豬肉和一些菜 可以自己去燒 然後就是一碗飯和麵豉湯 最後甜品會有個牛奶布甸 然後這裡就是明天吃早餐的地方 現在先拍了環境 因為沒有人 有什麼吃我都不知道 明天再拍給大家 這些又不打開了 它是有些白飯 麵豉湯 粟米湯 然後有粥 有豉油 不是這個是湯豆腐 有溫泉蛋 我們要吃三隻 然後就會有些前菜 你看看西文魚 其實看起來挺好吃的 我是7點4 第一輪進來的 它是7點開始 但我們在門口等了很久 早上有薯條炸雞 然後有些雜菜 煎三文魚 有些熟食的 有燒麥 我覺得它吸引過昨晚的晚餐 有布丁 有些甜品 水果 最後這邊還有些沙律 海帶和沙律 野飲區 會有蘋果汁 但是這隻碟 有點空虛 第一轉 我怕我早上沒什麼胃口 很少吃早餐 在新宿我們是乘富士回遊號過來的 要早點訂位 因為它是很充滿的 但是不用轉車 直達到河口湖站 它好像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如果是巴士的話 我怕會暈斜浪 有巴士的都是大約兩個多小時 但是我就選擇了坐JR 我們去到新宿才買票 其實可以上網預訂的 我沒有吸取到上次苦山的教訓 我以為會有位 原來又真的會沒有位 總之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所有東西要預先去預訂 這間酒店房 我是預訂機票的時候 那幾天已經預訂了 12月 如果不是會很充滿 會很貴 大家記住 如果想去河口湖的話 這些酒店房一定要預訂 對 希望大家喜歡看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會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 和星期日下午十二 我們下條圈再見 拜拜 我去浸溫泉